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新冠疫苗临床试验中 不慎给志愿者弄错剂量 但该小坚称无需暂停疫苗研究 据英国禁报6月15号报道 牛津大学到目前为止 已给2000名受试者注射试验疫苗 发现给部分受试者的剂量偏小 但没有公开具体人数 其声明说 我们在试验期间 非常密切地监视所有参与者 定期评估正在收集血液样本 以测量免疫反应 英国多名顶尖病毒学家 惊讶于研究人员犯了低级错误 担心试验结果可能因此受影响 剑桥大学病毒学家拉维·格普塔说 发生这种情况实在不寻常 不过工作人员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赶工 就可能出现问题 牛津大学与英国的医药巨头 阿斯利康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 于4月下旬进入临床试验一期 目前处于二期 这是英国目前进展最快的 新冠疫苗研发项目 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 已批准疫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试验结果将于今年夏末前揭晓 届时可以确认疫苗效果 尽管有错误 牛津大学一位发言人坚持认为 尽量安全临床试验进展顺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